欧阳风呼地停下身来 看向郭靖道 小子 你想凭人多取胜吗 你的几万军马 在老夫眼中不值一提 可我倒想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三次不死的 三日后 我还来找你 到时候 且干是谁饶谁 一边说 一边大踏步走出仗子 对卢游角等人 竟理都不理 虚毒去后 郭靖记管黄蓉安危 不禁暗自发呆 卢游角好似懂得了他的想法 神秘兮兮地走上几步道 郭少侠 刚刚你和老独物的约定 我在帐外也听到了 我有一计 或许可解三日后之危 郭靖听后 不觉叫好起来 当下命士兵 在帐中案前六尺处 挖了一个巨坑 上以木条垫平 非又用毯子盖了 随后命两位百夫长 案计操练 三日后 吸毒果然如气而至 这人也是狂妄至极 他算准了郭靖 即便加上三位长老 也逗他不过 其他兵将虽多 却在近身搏斗时 帮不上什么忙 这一战 虽说凶险 却胜券在握 于是迈步长驱直入 见郭靖 端身正坐 不禁怒道 小子 见到老夫还敢拖大 真是不想 话音未落 一脚踏空 跌入坑中 欧阳风将身一扭 一个空翻 便于窜起 可郭靖居高临下 一朝金龙裂地 大将下来 欧阳风身在半空 无法接力 身体下坠 落入洞顶 再遇纵起 却见几百袋沙土 自坑口 没头没脑地 泼了下来 二百名士兵 轮番上前 为其一斩茶十分 便将深坑填埋 卢有脚怕有变骨 又拉来十几块巨石 压在上面 过有三个时辰 郭靖将手一挥 士兵们 拖走石头 扒开泥土 将欧阳风吊出 却见他神情萎靡 鼻中只有一细油丝 过了一会儿后 一口鲜血喷出 这才摇摇晃晃 站起道 好小子 老夫这次大意了 三日后我再来寻你 你且等好 众人见他竟有如此功力 无不面露巨色 次日 卢有脚偷偷找到 郭靖耳语道 昨日我想了很久 咱们不如这样 你看如何 郭靖不由大喜 刚想夸奖 忽然觉得什么地方 有些不对 于是问道 卢长老 你是不是看到容儿了 为何每次事发时 你都想不出什么办法 可过的几个时辰 就想出妙计了 还有那五目一书的难点 也是另有他人 转教你的吧 罗有脚情之 瞒不过去 于是道 的确有一位盖世前辈 在暗中指点 可他绝对不是黄帮主 老前辈就住在 那边的空帐子里 可他性情孤高 除了在下之外 不会见任何人的 郭靖将信将疑 可又不便贸然拜访 只能先专心 对付吸毒了 三日后 欧阳峰再次前来 走入帐中 见郭靖 依旧端坐暗前 不由气道 小畜生 上次在这里弄了个小洞 我看这次 你还能搞出 什么鬼名堂来 他边说边走 时刻警惕着 来自四周的暗算 突然脚下一空 万万没想到 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那个深坑 竟然没填 欧阳峰千房万房 就是没防备这里 再想上窜 已是不及 二百名士兵 比上次更加熟练 端着二十条水枪 抢到坑前 二十条水龙 猛然射出 很快便将大坑填满 天气寒冷 蓄雨 清水结冰 冰清之下 堂堂吸毒 竟被冻在其间 郭靖命人将冰块挖出 却借欧阳峰张牙舞爪 姿势煞是古怪 于是沉声道 志然虽说恶贯满盈 但毕竟是一代武学宗师 不可侮辱 且找块黑布 将之盖起 三个时针后 划兵放人 欧阳峰这次受创 比上司还重 起身后便有些站立不稳 强行咬牙道 小子 你等我 三日后我还会来的 吸毒去后 郭靖看着那满地冰水 突然心中一动 再也按捺不住 悸动的心情 快不冲向 颅油脚所沿的空帐篷 照脸打开的一刻 郭靖大喊了一声 熊二 却见帐中空无一人 而阵阵幽香 传入鼻中 显然 曾经有人居住 郭靖对这种味道 再熟悉不过 这一刻 心情激荡之下 泪水 早已夺目而出 见卢五角等人跟进 突然心声一记 于是将脸一沉到 鲁长老听令 本帅命你三日之内 将皇帮主带来 所为我将令 必将军阀处置 卢五角苦着脸陪笑道 郭少侠千万别开玩笑 我也想找到皇帮主 这个难为死我了 郭靖却不理他道 军令如山 还请鲁长老三思 我想 你既有老前辈指点 那么一定会有办法的 郭靖这招还真是有效 到的第二时 鲁五角神秘兮兮的 将他叫出道 郭少侠 皇帮主嘛 被我找到了 他在大英东北十里外 那座高峰上等你呢 郭少侠自去见他吧 郭靖虽喜 却不由问道 那座山峰高不见顶 且四周均无道路 如而怎能上得去 鲁五角有了黄蓉撑腰 底气顿足 将胸脯一拍到 我们皇帮主早有法治 郭少侠可将切割下来的羊腿 安到山崖之前 羊血凝固后 便是一条现成的梯子 郭兄弟成羊梯而登绝顶 林仙境而会美人 岂不将成为一代佳化吗 郭靖便不犹豫 果真搭起羊梯 攀到峰顶 绝风之上极为寒冷 山体仿若被冰筋包裹 寒风吹过 四发出叮咚之响 便在那一片朦胧的冰雪世界之中 郭靖似乎看到了一片翠绿的身影 她的心猛地狂跳起来 大步上前 山边的身影愈发地凝实了 在那冰雪笼罩之下 一位窈窕少女 翠衣白球 翘生生立于崖边 却不是日思梦想的黄蓉是谁 郭靖急步上前 将那拉住道 淑儿 你想得我好苦 这里危险 你先到这边好吗 黄蓉耳听得他如此温柔亲切 支撑半年多的心绪 终于爆发了出来 僵头扶在郭靖的肩头哭道 你便是再次做你的金刀赋满好了 又来找我这个仇人的女儿做什么 郭靖得知他委屈 当下毫不分辨 任由他发泄 所有方才郑重认错 安情一迷奸 曾经的误会 已经解释清楚 此时便不再放在心上 黄蓉听郭靖准备亲手将金刀退回 然后接了母亲 同去江南 与自己完婚 未由芳心大喜 她本就少女心性 这是忧愁全无 当下唧唧喳喳喳的 将如何把欧阳峰 骗到龟云庄 如何利用龟云庄的奇门地形 脱离了险境 随后如何斗心机 逃到了大漠 又如何藏入郭靖军营 巧妹的利用鲁油脚 在幕后指点策划 等等经过 只将郭靖听得惊呼连连 听到危险处 便将黄蓉小手紧紧钻住 脸色也跟着剧情急剧变化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